这个单元是我们响铃版系列的第十篇 那这个单元主题要来看的是 如何设计不同音阶的响铃版 那我们这个系列一开始就说过 我们希望介绍整个这个响铃版打击乐器图形模组 的设计开发过程 那我们这个单元就进到了如何设计不同音阶的响铃版 好,那我们就先用3K的思维来想一下目前的情形 3K是know what,know why,know how know what就是了解现况 好,那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要设计制作出 像这个响铃版的打击乐器组 那这个是有两个八度有不同的音阶 好,那我们目前已经介绍到什么 我已经完成了C6响铃版的设计分析跟制作 这是这一块C6响铃版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也探讨了这个响铃版的打击声音的特征 那我们也知道它的基因频率是跟它几个模态的阵型是有直接关系的 也就是跟它自然频率相关 好,那我们也介绍了响铃版的模拟分析 那是透过FDA可以得到它的自然频率跟模态阵型的模态参数 那也进行了实验,那透过EMA可以得到实体结构的自然频率 模态阵型跟阻尼比 好,那同时我们也完成了响铃版的模型验证 那模型验证呢就是确认了这个分析模型的正确性跟可靠度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是可以应用这个分析模型 来做不同音阶的响铃版的设计 好,那接下来NOWY 我们设计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C6这个响铃版 好,那我们要对B6 这是多,这是RAID的这个音阶的响铃版进行设计 甚至我们还把其他的音阶频率都设计出来 那可以看到,越高的音阶,那它响铃版是越小 那这个,我们在这个单元就要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好,那看过了NOWY 了解的现况 NOWY 知道我们的设计目标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NOWY 如何设计 好,那如何设计这里呢? 我们一样会用3W的思维 从Why to do?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是 What Go? 要达到什么样的设计目标 How to do? 细节上面我们怎么做 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同音阶呢? 因为当然我们就是要把不同音阶的响铃版都设计出来 那所以呢,我们的工作目标 当然就是要设计D6 像我们这单元现在介绍 是要把RAID的音阶的响铃版设计出来 那当然还要包括其他的音阶 好,那接下来我们谈如何做 那首先呢,B部要了解自然频率和几何 跟材料参数的关系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响铃版的结参数 有长度跟它的高度 这LH跟W这几个集合的参数 那我们这是用3MINI的304不修缸所制作的 所以有它的阳式细数的材料性质 就是有它的密度 所以这是它的材料参数 那我们会知道 自然频率呢 是会是它主要的发生的频率 那又知道它有材料的这样的关系 跟这个几何的厚度成正比 又跟几何的长宽的平方成反比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有这样的关系可征 那第二步呢 我们要确认音阶的标准频率 那像我们讲C6 它的标准频率是1046.5Hz 每一个不同的音阶 那都有它的标准频率 那我们知道FC是1046.5 然后FD 就是D的音阶的标准频率是174.6 那我们就要来设计D6这个响铃版 那接着呢我们要做设计变更 就从D6的这个响铃版来做设计思考 那我们采用当然是采用相同的三菱子不锈钢 所以RAW密度1阳式习数是相同的 那我们采用的这个琴片的厚度T也是相同 所以唯一会变动的就是L 就是它的长宽 那长宽又知道是跟它的平方层反比 所以呢我们就去找到FD跟FC的频率比 像这里就是1.122 那不同音阶有不同的频率比 那LC 这是C的长度是知道的 是141.4mm 那我们带到卡根频率的自然频率跟长宽的平方层反比 所以我们就是除上它的频率比开根号 那就可以得到低音阶的尺寸 长度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把每一个尺寸都做这样的比例说法 那就可以得到D6的音阶的长好尺寸 那当然我们要确认验证了 所以我们还可以带到AFEA的分析模型 中模态分析 得到自然频率模态证情 并且去确认它的基因频率 那确认正确 那我们就可以完成D6响明版的设计 那接着当然就重复以上这些步骤 就可以得到不同音阶的设计 好最后我们重整一下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这个单元是在探讨如何设计不同音阶的响明版 好那我们首先是透过3K的思维 know what know why know how 来思考怎么去进行 以及我们所了解的现况 然后在如何进行的时候呢 是以3W的思维 what do what go how to do去做 那最后我们也介绍了D6响明版的设计 编根去以知它的基因频率 标准频率 然后得到它的频率比 然后透过以知的C6响明版的长度尺寸 那我们就可以推算出D6 Ray音阶的响明版的尺寸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就介绍到这里 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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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